OK 休息回来 那么刚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小苹果发现 狮子老师在上一节节奏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口误 我本来想说的是大牌 结果说成了大白 然后小苹果非常聪明的问我 大白请问是李白吗 我很无奈的告诉他 你答对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赶快让这位大牌的小白同学出场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一次我们发现 是李白专门写了一首诗 题目就叫做 正孟浩然 说明这首诗就是写给孟浩然的 那么到底在这首诗中 蕴含了李白对他如何的评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稍微了解一下这首诗的背景啊 李白当时啊 是特意想去拜访孟浩然的 因为他本身对于孟浩然是比较的 敬佩的 比较的赞赏的 可是啊 是有不巧 当李白找到孟浩然的住所的时候 孟浩然往上去 出去玩去了 没回来 所以呢 李白铺了个空 但是他就想着说 那我不能白了呀 对不对 我这么喜欢孟浩然 我必须写一首作品送给他 于是就诞生了一首 郑孟浩然 我们来看看 诗子老师来读一读 小诗子们认真听 好不好 看你能大概理解多少 郑孟浩然 唐 李白 吴爱孟夫子 风流天下文 红颜气轩脸 白手握松云 罪月瓶中盛 霓花不适君 高山安可养 土耻一轻分 好了 你大概读懂了多少呢 有没有百分之二十呀 有没有五分之一呀 四句里面有没有 哪一句你能完整的感觉 自己能理解的 第一句 第一句 你说的啊 那你给我理解一下 来 或者你小苹果 给我们讲你的第一句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 说来 就是 我自己比较佩服 孟浩然这个人 对 虽然你这场李白 对不对 我李白 很敬佩孟浩然这个人 对 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事 或者说他的诗 就是在天下传得 很 很广 很广 全人家都知道 对吧 好了 那我单问一下 啥叫风流啊 就是他的诗吗 你看啊 咱们今天说这个风流的意思的时候 说这个人很风流 不太好 对吧 但是要注意 刚才小苹果 没有把它翻译成那个风流 而是说他的诗文 他的文采 天下流传 这个是比较靠谱的一个翻译啊 风流主要指的是 这个人啊 可能形象非常的飘逸 非常的潇洒 而同时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他的文采 非常的出众 所以往往我们在古诗当中 看着风流这个词的时候 千万别把它当成损人的词 这是一个好词 夸人的时候 才会用得到 OK 那第一句 我们的小苹果解释的不错 继续 我们往后一起来看 李白又说了什么呀 红颜 人气勸勉 红颜 一般指的是 女子 对吧 但是这个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指的是人 比较年轻 少年 轻 轻壮年的时候 红颜 可能你这个脸色也比较好 对不对 说明整个身体状况比较好 那这个红颜不是指 有哪个女伤出现了 而是孟浩然 她本人年轻的时候 就放弃了 想一想 她放弃了什么 她去隐居了 等于她放弃了 自动放弃了 诗图 很好 这个宣颜 其实指的就是 功名利禄的意思 好 其实她年轻时候 是这样选择的 那么白手握松云 白手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吧 头发都白了的时候 说明 她年老的时候 同样选择握松云 我们眼前马上会出现 可能高高的山上 云雾缭绕 然后松鼠斜斜的伸出来 对不对 这种感觉一般都是 人们隐居的时候 才会选择到环境 所以说白了就是 她隐居从年轻到老年 一生基本上都在隐居 对不对 好了 第三句 醉月瓶终胜 弥花不适君 醉月瓶终胜 这里面最关键的词 就一个字 醉 什么事 喝酒 很好 没有想到吧 孟浩然他也喝酒 那这个瓶指的是 很多次的意思 终胜 代表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喝醉酒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 说白了就是老喝醉 天天就是喝酒 很开心 很畅快 当然这个其实是喝醉了之后 有的时候才能出好作品 对不对 所以请有可言 弥花不是君 君指的是 君主 君主 那这个是指的是 辅助君主 帮助君主的意思 但是我们的孟浩然 他是去辅助君主了吗 不是 没有 他做了另外一个选择 弥花 被哪一的花 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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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吸引 对吧 用这个词格合适 被每一个花所吸引 那其实 吸引了孟浩然的 不仅仅是花 他游遍了名山大川 说白了 整个自然界 是他更加喜欢的 对不对吧 同事于自然 不去想着 侍奉君主 最后 高山安可养 提到了高山 我想提醒各位小世子 有这样一个成语 不知道 听说过没有 叫做高山景形 听说过吗 知道什么意思吗 忘了 高山指的是 一个人的品德 非常的崇高 那么高山景形指的是 我们要向这种人去 学习的意思 所以通过这个词 出现了高山 在这个诗地当中的高山 跟那个词的意思是 一样的 都是说 某一个人品德 非常的高尚 那这个人指的是谁 你一定知道的吧 孟浩然 恭喜你猜对了耶 拜一下你那种 发着光芒的 美好的道德 其实还是高山的意思 我虽然这次没法亲眼见识到 但是我还是要向你行一个礼 表示我对你非常的敬重 非常的赞同 好了 那你会发现 这首诗 整个诗读完之后 李白把自己放得很低的 对吧 跟我们以前读的任何一首 他的诗 感觉都不一样 以往 李白多狂啊 多傲啊 谁也比不上他 对不对 但是在这首诗里面 他能把自己放得这么低 说明他是打从心眼里 很佩服孟浩然这个人的 对吧 好了 这是李白眼中的孟浩然 高山 对吧 有庆分 OK 那看了杜甫 看了李白 还有第三个人要出场 那这个人是谁呢 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就是上节课认识的那个人 王维 非常好 太聪明了 王维 那提到王维孟浩然呢 就必须要出现这座亭子 据说真正的那座亭子 好像是已经坏掉了 后来经过重新修整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亭子 我们来看一看 这亭子没什么特别 对不对 我们重点来说一说 为什么这个亭子 跟他们两个人有关系 这个亭子叫做浩然亭 那你就知道了 这个亭子跟谁有关系啊 孟浩然 孟浩然 那他为什么会叫做浩然亭呢 跟王维有关 因为上这课我们说过 王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他除了会做事以外 他还会 唱歌 他还会 画画 他还会 书法 非常好 没有想到这么不靠谱的表演 你也能猜得出来 很好 那么这一次 他就运用了自己的绘画才能 在亭子里面画了 孟浩然的一个画像 因为他画了这个画像 所以亭子被称为浩然亭 那我们知道 他画这个画 他不会平白无故地画孟浩然的 对不对 一定还是很喜欢他 或者觉得跟他的这个志趣是相投的 才会画他的画 要不然他干嘛不画我的 对不对 对 好了 那因为王维画了这个画像 所以这个亭子被称为浩然亭 而后来 因为人们啊 对于孟浩然这个人非常的推崇 非常的敬重 又有人提出了一个意见 就觉得 你看这浩然亭 咱们平平挂在嘴角 显得对人家孟浩然多不尊敬了 对吧 你把人家名字平平挂嘴上 这就是我们值得尊敬的前辈 怎么能这么叫 于是浩然亭后来被改成了另外一个名字 你能猜到是什么名字吗 猜猜 他说不能老板 这个人家这么厉害的人物的名字 挂在嘴上 那就把这些人挂在嘴上 许位很好 所以这个亭子后来就改成了 孟庭 OK明白了 好 那说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了 杜甫 李白 王梅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在他们的眼中 孟浩然确实是很值得人尊敬的 他很淡雅 对吧 他很不在乎这些荣华富贵 功名利禄 他就是一个非常高洁 非常纯洁的人 是吧 可是世子老师通过多方研究之后 我发现他当年的小伙伴们啊 好像有一些事情弄错了 这个孟浩然确实他很高级 他很向往自然 对吧 他确实不是非常非常在意这个功名利禄 但是也不能说他完全一点都不在意 为什么呢 有诗为证 我们来看看 我搜集到的那么一两个小证据 好不好 来看第一个证据 九诗叫做碎木归南山 这个又是八句的 对吧 属于律师 五言律师 那么我就不让同学们多看了 因为看多了 我们可能会有点懵 重点看这么几句好了 第二句 好吧 不才民主器 多病雇人书 那我们来理解一下什么意思 不才民主器 指的是 我这个人特别的没文化 对吧 因为我太没文化了 所以呢 被 被贤明的君主给 抛弃 对 去一边聊一会儿吧 你一条文化都没有 我不用你了 这种感觉 对不对 然后呢 多病雇人书 我这个身体也不是很好 然后我的朋友们也都 疏远我 对我爱答不理的 对吧 那么最最关键的一句话在这 不才民主器 你看 他既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他说 我这个人没才华 所以君主抛弃了我 说明 他的心里面 还是会比较计较 到底君主会不会任用他 让他帮忙辅佐国家 这件事了 对不对 而且写在诗里面 他说的是比较客气的一种说法 委婉的说是我太差了 别人不要我 其实他心里真正想说的是 我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要我 对不对 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这种诗很不巧啊 背后有一个小故事 我们来看一看 当时孟好然还是有点小倒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诗就是写在他落榜之后 因为他当时落地了之后啊 心情很不好 后来呢 就去找他的朋友 王维 想要去一起 比如说聊聊天啊 对吧 梳解一下自己的这种情绪 那么去了以后 他就自己写了这样一首诗 王维也看到了 看了之后也能体会到 特别是这句话 他能体会到 孟好然心里面很郁闷 他其实有那种 想做官的小念头 所以王维其实也想说 我怎么样才能帮他 推荐给皇帝 他这么有才华 不做官都可惜了 正在他想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啊 因为这两个人是 在哪集合的呢 是在王维的办公的地方集合的 结果突然间 当时的皇帝 也就是唐玄宗 来这儿了 来王维这儿了 这孟好然非常的紧张啊 非常害怕啊 我突然间出现在这 皇帝会吓坏的呀 于是 撕着又一下 就躲身在了床的下面 王维先拜见了皇帝 然后就说 啊皇帝你好 怎样怎样 后来想了想说 我也不能骗皇帝吧 对不对 那一会你说 孟好然弄点小动静出来的话 把他吓到怎么办 不能骗皇帝 好吧 于是就直说了 皇帝 孟好然躲在我的床下呢 是啊 你要不要见见他 皇帝 唐玄宗对于孟好然 也早有耳闻 他也知道 这是一个有才之人 其实皇帝心里面 假以时日的话 总会找一个机会 给孟好然这么一个官职的 他的心里 很有可能是这么想的 他一听孟好然 挺好 那你出来咱一起聊聊天 对吧 看到孟好然之后说 听说你很有才华 你做首诗吧 孟好然就说 行 那我念一首 就念了这首诗 结果念到了 不才民主器的时候 被唐玄宗给打乱 说可以的 反正我已经有点不开心了 你看看 我心里面本身 已经把你当一个才子了 并不是说 我不给你封官职 而是你从来也没跟我提过 你想要做官 你都没跟我提过 我怎么可能就是 未卜先知的 会给你安排官职 你要想做官 你要跟我说呀 你不说 我怎么知道你想做官呀 突然好像变身成唐僧了 对不对 总之就是这样 这样的跟他说了一番 就是说 怪就会你自己 不够积极主动 来找我 对不对 你想做官 你还能藏着掖着的吗 于是说 那你既然这样 你都说你自己 不才民主器了 那你就被抛弃了 你走吧 你回家去吧 就这样 孟好然 丧失了一次 做官的机会 那么我们听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 他丧失了机会 有什么原因呢 一个也是 他确实挺腼腆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在请求皇帝 赐予官职的时候 总是拐着弯说话 结果一不小心 还得罪了别人 可能就是因为 他这种不够主动的 一种态度 才让他接二连三的 获得了这样的一种遭遇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是另外一首诗 叫做望洞庭湖 赠张丞相 很明显 这首诗是写给张丞相的 对吧 那这个丞相我们都知道 逆人 之下 官员 很有能力 很有定位的一种官了 那这个人呢 是张九龄 当时张九龄 跟孟浩然也是认识的 而且呢 也已经非常爱惜 孟浩然的这个才华了 他也很希望能够 怎么样啊 有机会 提拔一下孟浩然 这孟浩然呢 心里面想着说 我要不去求求他 可是呢 面子上还非常的扭裂 于是没有办法 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就是非常非常扭裂的 跟张丞相表达了 自己的一个心意 怎么回事 前四句 不是特别重点 我们简单概括一下 就是说呀 不是望洞庭湖吗 对不对 就是说洞庭湖啊 水是非常的大 就这意思 好吧 我们不详细解释 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 去了解它 往后看 玉济无洲急 端居耻圣明 前面不是说这个洞庭湖 水非常大的吗 他说 我想要渡过这条河呀 但是苦于 我没有船 我也没有船桨 反正我是过不去 所以呢 我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的 很安闲的生活在这儿 觉得对于上面的皇帝呀 我不能辅佐他 去这个治理整个国家 我觉得特别的惭愧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要是我能辅佐皇帝 该有多好 可惜我没机会 对不对 往后看 做官垂吊者 徒有献于情 就是说 我看着 我自己没有工具呀 我过不去呀 可是我在这儿看着 别人能够钓鱼 对不对 他有那些工具 他能钓鱼 然后还能钓上来鱼 我还是没有工具 我钓不了鱼 所以我就挺羡慕 人家能钓上鱼来的 那其实这个垂吊者是谁呢 就是张丞相 你看这个丞相 你看你多棒啊 你现在这个地位 已经这么高了 你今天能钓鱼 就是说能够 为治理国家出谋献策了嘛 但是呢 我就只能看着你去钓鱼 我什么时候 能和你一样钓鱼呀 总之我们就发现 只有诗里面 孟浩然在后半段 基本都在说 我好想做点什么 可是我真的没有机会 我好惨 我好可怜 我好希望 自己能获了一个机会呀 怎样才能获得一个机会呢 对不对 而且这个诗 就是在张丞相 耳边在不停地 叨咕叨咕叨咕 就在说这件事 那很明显 它的意图就是什么呀 作观 但是呢 运气不是很好 因为 最后的一个结果 我们知道 它终身不是 所以证明这有诗 也没有获得 很大的一个成效 OK 好了 但是这到目前为止 它已经放掉了 人生中的两次 错观的机会了 那会不会有第三次呢 到底会不会有呢 你得问我 你不问我 我怎么知道 你想不想知道呢 OK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继续往后看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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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